命理中常被人家提到的啊 就是說如果算命算得準 那幹嘛要算命 你是命定的嗎 反正你出生音樂打出來之後 對呀 對不對那也不能改啊 對呀 那這種通常這種講法 那個一定是外行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周一王小凡 我大根 大根老師 有些人說 算命是如果他算別人 算得這麼準 那他自己算自己準嗎 那如果他自己 算自己這麼準 他的人生是不是就一帆豐盛了 算自己算不準 算別人算得準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我覺得就覺得是個笑話 你想想看啊 如果有一天我不是命理老師 對 我去當減肥醫生 我一定會沒有生意 對有點沒說服力 對不對 然後第二種講法就是啊 其實他這個延伸 延伸的概念就是 當命理師 不可以賺錢 賺錢的呢 那是不對的 他就不會準 我覺得這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付出勞力 而且命理師的前期的培養 其實是花非常多時間跟成本 例如說我來上課也是要花多錢 花很多時間 成本 心力 而且去解別人的盤的時候 要花很多腦力 好嗎 超級燒腦 不過頭來講 所謂的 命理是算自己算不準這件事情 我可以跟你說 絕大多數的原因都是因為 他本來就不準 所以他原本就不準 他原本就不準 學命理的過程中間會有幾個階段 見三不是三 有沒有 然後見三還是三 然後到最後 你才會真正完全懂這個狀況 那簡單來講呢 你剛開始學的時候啊 你會覺得 好像看著這張書 然後這樣逐漸的解讀 好像都會對 這會有第一個階段 就是因為你會套你自己 原本的認知進去 對 譬如說 你覺得你自己不是一個固執的人 欺煞作命 然後你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固執的人 那這會有兩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呢 是 對餒 我從來都沒有固執啊 是他們不懂我 那其實你就是固執 那第二個呢 你會覺得 對我好像有點固執 所以 我們在剛開始初學的時候 總會碰到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啊 大家會各自對號入座 第二個階段呢 你會開始發現說啊 你會排除掉 你自己覺得不好的部分 到這個階段啊 很多人都已經覺得 欸我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他開始當老師了 但是他就慢慢慢慢發現說 欸他總是自己算起來不太準 所以他覺得他自己算自己是不準的 然後他算別人呢 反正呢 有準的回來跟大家講 他也覺得他自己是準的 完全是一個自我的催眠 是這樣子 對那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因為人本來就是跟著自己的個性在推動 命理中常被人家提到的啊 就是說 如果算命算得準 那幹嘛要算命 你是命定的嘛 把你出生禮樂打出來之後 對啊 對不對 那也不能改啊 對啊 那這種 通常這種講法 那個一定是外行人 你剛剛問的那種 就是他 他其實就是學到一個很皮毛的階段 然後他就出去開業了 然後他就會這樣子講 因為他用來去解釋跟彌補說他為什麼沒有把自己算好 那實際上的情況是啊 這張地圖上面呢 老天給了我們很多條路 他都是固定的 這個叫做命定 老天給你一個個性 這個是命定的 對 可是你的個性 通常會選這十條路的其中一條 那就是命定的 對 可是其實老天給你十條路 然後你的個性可以更改 更改了個性之後 你會選到十條路 其他可能比較好的路 對 比較好走一點點 那這個就是人生的感應 這就是選擇 哇 這超難的欸 對不對 可是其實這些都是固定的喔 所以固定的事情是不是對的 對 老天給你命定的 可是你有沒有選擇 你還是有選擇 但是絕大多數人通常都只停在這一段 命理事其實也是 所以我們常講說 命理事的最大重點是要理性 有沒有 我們上次都常講 對啊 希望你有好壞 要理性 對不對 因為當你不理性的時候 你就會淪落進去自己的性格裡面 沒錯 然後你自己的性格都控制不住 你都沒辦法理性的時候 你當算自己就算不準啊 你明明就是一個很愛吃東西的人 你每次去罵那個醫生 教你姐妹方法沒有用 所以其實命理是算自己算不準的 最大的原因其實是因為 他沒有辦法突破 他自己的內心的那個障礙 如果說他算自己算不準的 最大問題是他不理性 對 所以他算別人有可能會不理性 對 譬如說他覺得 女生就是要結婚 不結婚 就是不好的 但因為是那個客人呢 他可能在婚姻裡面 就是不快樂跟不幸福啊 那他就會跟客人講說 那你要忍耐啊 對啦 我覺得命理師他本身的性格 跟他解讀這個盤 有非常非常大的關聯性 單純的 我們自己對於心要的好或是壞 其實就會去影響到 我們對於盤的好或是壞 對啊 真的耶 那如果說有人 他就是覺得話技就是不好 他就一直跟人講他不好的地方啊 他解讀出來就會不一樣 理性跟客觀啊 才會造成你可以學的比較好 那算不準其實就是一個情形 他自己不夠客觀 真的也是算命師的一個修煉 因為我覺得這其實也算是蠻難的 你知道嗎 命盤上面 很容易淪陷在自己的觀念裡面的啊 通常就是因為陀螺心 命工嗎 福德嗎 福德或是關禄 因為這是你的工作 關禄 當然我不是說在陀螺心的人 他就不能當命理師 而是說這類的人呢 他本來就容易陷在自己的思想裡面 那這類人他本來要做的功課就是啊 他就要盡可能的呢 讓自己呢 可以透過不管是看書 或是學理的精進 透過這些訓練來讓自己的思考 可以更清楚 對更清楚跟取向於旅行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才能夠很理性的去幫人家解決問題 華人的教育啊 因為把我們教成是一個單向的 所以很容易變成陷入一個單向的思考 可是人生不能只有單向的思考 是啊是啊 你才要幫他替自己找出其他的路出來 能夠替自己找到更多的路的時候 就可以把自己的狀況可以算得更清楚 然後可以幫人家找到好的路線出來 好 之類的問題 那個出生時間對命盤的重要 好 下次見啦 拜拜